歡迎收看Winbound Talk 我是本集的主持人Thomas 我們都知道一個成功的客戶 背後總會有個堅守使命的廠商 今天邀請到華邦電子Flash市場行銷部的JB 來為大家聊聊華邦其中一個非常貼近客戶的解決方案 我們歡迎JB 大家好,我是JB 主要負責華邦Flash KGD的行銷與推廣 Hello,JB 你好 相信很多人都會問 到底什麼是KGD呢 KGD簡單來講 是Non-Good Die的簡稱 KGD不是以傳統的封裝形式銷售給客戶 而是以晶圓的方式出貨給晶片商 裸晶的品質與一般的封裝沒有不同 都有經過完整的測試程序 這類的產品不是打上自由品牌 而是銷售給晶片商 與主晶片合封成系統級的晶片 最後再由晶片商做最終的一個銷售 了解 所以說這樣型態的Flash KGD 主要會是針對哪樣的應用領域 還有究竟在對於客戶在產品設計上 有什麼要求呢 在現今越來越進步的科技 尤其是IoT 穿戴式產品相關 像是真無線藍牙耳機 智慧手環等 甚至是未來5G延伸出的AIoT 客戶的產品設計要求上 功能必須越來越豐富 同時也要簡單小巧兼顧環保 所以在客戶的PCB上 簡化設計與縮小板材面積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了解 那就如剛剛這邊你所提到的 能與客戶本身的產品合封成一個系統級的單一晶片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那就設計簡化這個部分 可以幫我們多做說明一下嗎 好的 使用KGD與客戶的晶片合封成一個封裝 這樣子的話在設計上就可以簡化許多 而且隨著記憶體容量的不同 可以省去原本要LightFlash 3mm到20mm平方的一個面積 這樣子的Lightout簡化 同時間也可以降低 終端產品測試的一個時間 總歸以簡單的設計 搭配測試流程的簡化 可以讓終端產品快速的進入市場 藉此提升客戶產品的一個價值 哇 原來使用華邦的Flash KGD 那有這麼多的好處啊 可是在眾多的競爭市場裡 華邦的KGD到底有什麼樣的優勢呢 OK 華邦從2008便開始出Flash KGD給客戶 到了明年2021 可以累積近百億顆的一個紀錄 佔了華邦Flash出貨超過25% 並擁有超過60幾家足晶片客戶 除了品質經歷了市場超過12年的一個肯定 尤其在今年市局多變的情況之下 華邦自有的12吋廠佔了 Wall-Wire NoFlash產能的四分之一 可以提供客戶一個穩定的一個供貨 並藉由自有的先進製程 還有經驗豐富的工程資源 以及客製化的彈性 可以讓客戶的產品在導入市場無厚乎之有 了解 看來華邦的Flash KGD 不只有長久以來客戶的支持 還有品質的保證 最主要的說到還有讓客戶的產品設計 流程變得更簡單 其實不只簡單 而且還多了一層隱形的效果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和風Flash進去之後 在外觀上看不出有Flash在裡面 客戶的code也因此可以被隱藏到 哦 原來還有這樣的附加價值啊 所以說華邦的Flash KGD 不只能簡化客戶板子的設計 還有降低系統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 還有對於客戶的code 有多一層的保護效益 嗯 是的 嗯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JB 來跟我們聊聊這個主題 我們的Winbound Talk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